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你叫Kalka 我叫Kalka Kirch G-H-U-R-G-K G-H-Kirch 叫Kalka 我上次有一個告訴你 在諸葛蘭 我去我要去找教堂 他說沒有教堂 Kirk 這個就是Kalka 謝謝 因為他們都是在唱詩班裡面的 好 他們剛剛講Kirk 他到底是綁住一鍵還是 是有人唱嗎 哇 好 好 我賣個關子 有沒有知道他現在唱這首歌 是來自於哪裡 有沒有猜得到我送你 進口巧克力棒 檸檬口味 有沒有人家在看 我再三個有告訴你過 介紹你 普希尼 不欺你 沒有關係 對 他告訴你 來自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 那個蝴蝶夫人在盼望 盼望他的先生 終於唱不到 決定要自殺之前唱 多美的 多美好的 那個字 那個字 你知道這是誰嗎 那個是 貝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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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克漢的老婆 Kris 叫什麼那個 就是 你知道貝克漢嗎 英國的足球明星 貝克漢老婆 維多利亞 我忘記了 維多利亞秘密 內衣品牌是不是跟這個 還有關係 這個 這首歌曲叫做 一個美好的一天 就是 那個 再講說那個蝴蝶夫人 蝴蝶夫人 就是一個日本的女生 然後呢 跟 跟一個美國的大兵 談戀愛 然後呢 大兵那時候剛好要駐紮在日本 然後就跟那個女生談戀愛 然後不久就生了小孩 生活了一年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他是軍人嘛 所以那個國家就要帶他回去 他就說他才會再回來 對不對 那等等等等等等 等了好久好久 沒有回來 然後呢 他還是每天帶著小孩 然後呢 常常都是在港口那邊盼望 然後等他決定要放棄 要自殺 前一天 站住在門口 然後就唱這種歌 這個叫永炭掉 就是會令人覺得 心裡心裡 好 這叫 Celtics 或者Celtics Summer vacation What do you like to do in your spare time? Well I like to listen to music Play basketball And enjoy tasty food 所以老師在上面跟你講 Spare Spare這個字 就是 這個是space 空間 然後R 合起來的 spare 有沒有看到 重複部分 那space 是空間 spare 就是你有多餘的 多餘的 所以這個字呢 它的中文翻譯叫做 保留 所以 我記得我告訴你們 我在英國 有一次在倫敦 在倫敦 我每天去倫敦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 地下鐵真的是超級多 好多好多地下鐵 然後每天都是迷路在地下鐵之間 然後呢 但是我住很遠 我不可能住市中心 在市中心一個晚上一個人 至少都要五千塊 五千塊 那是一百英鎊 因為我有當導遊經驗 所以我有去住過 以前那時候就是有一些台灣的商人 去到英國會讓我去接待 然後呢 我就要接待 我說你預算多少 他就說沒有預算 你沒有預算當然好 我就要當它叫市中心 海德公園 Hide Park 最漂亮 你的飯店正在海南公園 你只要出去就是海德公園 那是倫敦最大的綠地 倫敦的市中心是海德公園 Hide Park H-Y-D-E Hide Park 然後呢 海德公園旁邊都是一些 就是最熱鬧的 然後呢 你住在那邊 你打開窗 哇公園 很舒服對不對 又不會有人偷看你 好 所以 Spare 然後呢 我覺得很悲傷 就是有時候送大家到那裡 然後就坐地下體 迷路的時候 就會在地下體的某個轉角 就看到一個年輕人 他就跟你講 Spare Change Spare Change 意思就是說 你有沒有要施捨給我一點錢 Spare Change 就是多出來的錢 所以 這個 Spare可以叫做多 好 所以如果說像以前 那個 國王要殺了這個 妃子 或殺了這個 這個部下 那個 那個 部下說 Spare my life 老了我的命 把我的命 保留下來 把我的命 Spare my life 好 Spare 所以 這是space 加are spare the time 所以多餘的時間 多餘的時間 所以你看 什麼叫空閒 沒有 叫做保留 空出來 的意思 它可以當動詞 當名詞 一個字 又可以當動詞 名詞 好 我們再聽一遍 因為老師呢 中間也是要講解的啦 所以這 learn 是知道 他 知道 他可以當作當學習 就是你可以叫 聽說知道了 想要知道 more about Ryan 所以 learn 這授詞 都是資訊 或知識 消息 其他不可以 可是我們中文裡面很多都可以 所以會造成你困難 為什麼不可以 learn 後面寫這個 我可不可以 learn Jack 我學你 我學捷克的 可不可以 捷克 可不可以 不可以 Jack不是知識 不是消息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要破除 我們要去把這個 所以 所以 Ryan應該是 同學 他是 他 one of these students 這些學生 他們 正在 chat 要接 with 所以這時候 你看到他接了with 就要知道說 chat這個字 他沒有授詞 對不對 所以他才需要 接氣詞 這時候老師通常就會在 多留個案上 chat是有授詞的 是有授詞的 我們稱它叫做 童圓授詞 我每次都有跟你們講 童圓授詞 童圓授詞就是 他的授詞就是他自己 譬如說 我睡覺 請問一下 叫怎麼 叫怎麼寫 我睡了個覺 我睡了個覺 sleep or sleep 我做了個夢 dream or dream 我遊了個泳 swim or swim 真的 這叫童圓授詞 我過 比較複雜就是 我過著 我過著一個種生活 live a 我說比較複雜 它的名詞是live live alive 因為我們 我們為了 避免重複 live a live 是什麼意思 live alive 那麼 如果是live 當然就改成f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這個 chat a chat talk a talk 所以像這些字 我們叫童圓授詞 你們知道了解嗎 所以 你不會想要重複的 所以除非你必要 所以就是這樣 也就是說 Jack呢 老師要纏著那個 Leo 欸Leo 帶我去這個 Leo 就跟我一起做這個 然後呢 Leo就有一天 就要去約會 Leo 我要跟你去約會 Come on live a life 你去過你一個生活吧 過你的生活吧 過你的生活吧 不要老是過我的生活 就是不要live my life live alive 另外一個生活的意思 聽到聽了嗎 不要再 不要再一直 老是黏著我 不要過我的生活 過你的生活 過你的生活 過你的生活吧 Live alive 好英文 你會在很多的那種 那個話句裡面聽到 就是覺得說 你過的不是 我的生活 你過的要過自己的生活 過自己的生活啦 live a life 老師很努力的 給你介紹了 這就是生活的一些 小小的習慣 這樣子 你覺得 原來 你就等同你在國外 這個想像裡 等到你有一天 在國外這樣生活的時候 你的學習效果會特別好 也許你剛開始 沒有辦法講話 因為來不及 他就聽 就要趕快聽了 你還要回答 他就是個很挑戰問題 回答他 他回答剛剛好 那會更有挑戰問題 但是 你能夠很快 就理解他在說什麼 Live alive 就是說 趕快 不要再吵我了 不要再吵我了 好 過你自己的生活 好 所以 Chatting 他如果不及入動 通常 這個Source 就是他本身 所以他不會再寫他自己 好 嗨 Ryan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some questions 這裡要會,do you mind,後面都咱接if,不可以接whether of course not,go right ahead 好,go ahead,go right ahead right是就,馬上,馬上問吧,進行吧 go ahead是前進進行的意思 所以go ahead,就是說,你好像就說 他說我等你,go ahead,繼續走 有時候人家會說我等你 不用,不用,我只是綁個鞋帶而已 對,我只是偷喝一口氣水而已 Where in the states are you from? Boston,Massachusetts,have you ever been there? No,but I'd love to go there someday Is it on the east coast? Yep,it's close to New York and it's also the home of world-class sports teams like the Boston Red Sox,Bruins and Celtics I can be your tour guide and show you around if you go there Tool guide,show you around 所以啊,我的外國朋友每次都說 好想來台灣啊,你就要說 I can be your tour guide and show you around 對不對,這兩個很常見 那他從字面上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導遊就是叫做醬油 不,tool guide Guide 日本人的那個導遊叫做Guide-san Sang就是先生,導遊先生 然後醬油先生 Guide Guide 他就念Guide-san Guide-san Tool guide 所以他們用的是英文 好,一聽 好,來,show you around 就是帶你到處去 Cool,my family and I are... Cool,好啊 Cool,很多年輕人就 Cool 你酷喔,你酷喔,你酷喔 Red Sox fans 可能我們可以計劃一旅程到你家鄉 在冬天的旅程中 你會想做什麼? 好,我會想聽音樂 玩球 玩球 和享受食物 What about school?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所以subject 叫做主題 主科 主題 subject 叫主題 然後在學校的時候就變成科目 如果是在人的意見裡面叫主觀 主觀就是自己的觀點 那客觀就是從客人的觀點 那客觀叫object 所以這個叫做事物 我們講事物的時候都是客觀的 這是桌子,你一定可以認同 如果我們兩個人沒有辦法對這個 形成一個客觀的意見 我們兩個不用講話 那我主觀的話 我說我覺得它是餅乾做的 我請你吃桌子 主觀的可以這樣子說 那客觀的我們通常是彼此的 所以客的觀點就是他人,共同 然後主就是自己 那sub它是從sub 次於一個說話 說話接下來要說話 所以你到一個學校去 首先我們要知道學校的主題是 它是什麼什麼學校 什麼什麼學校 護理學校後面的在科目就會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主題的下面 然後呢 學校下面的科目就會不一樣 就叫subject Geography 老師要提醒你 每一次如果去這個字 它一定是高音在前面 GR 但是呢 這個字的結構是有geo 以後只要看到geo 它的意思就是Earth 就是地球 就是土地 這樣聽懂嗎 那這個Grad是血 所以血土地的 就是我們在講地理 地理現在就是地勢的高低 會影響氣候的變化 像這兩天 我們北港是個福地 你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景象 我昨天在北港 然後呢 我的所有的住在我北港附近 譬如說 有人住在土庫那邊 有人住在那個四湖那邊 有人住在那個什麼 那個水林口湖 有人住在布袋 有人住在什麼 新港 我跟你講全淹了 每個人都淹了 然後呢 昨天晚上 我說 我說你還好嗎 說還沒睡 總之我昨天晚上就淹了 然後整個人就 整個家裡就要搬到二樓去 都淹了 然後呢 還有那個朋友 他們家裡很租的 他們家都在租 他們家都在租 說我們到了租 都很認真在運動 因為在游泳 真的是 我們家租都在游泳 我們沒有辦法進去租 因為租那麼大隻 一隻租那麼重 不知道怎樣 你只能讓他在那邊游泳 然後他累壞了 就淹死了 然後今天就要去清 豬的那個 因為你這個太陽一曬 豬死掉 馬上發愁 對不對 馬上就要趕快清 不清 就會得病 就有傳染病 哇 真的是天災人禍 北港沒有耶 可見我們以前叫本基港 本基就是 這是港口對不對 然後板口如果 港口的這個 往那個後面是比較高地 所以我們這個北港 叫本港 本港 本港是本基港的意思 本基港 本基港 就是前面那個是口 後面是一個小山 對不對 雖然是個平原 但後面是小山 我們就是在那個小山 對不對 小五也可以 所以最近呢 就是 小五的故事 所以 geography 叫地理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這叫攝影 用光來寫 這個叫光 來寫的 叫攝影 photography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o-l-o-g-y ology 它的高音 也是在前面 就是sociology 有沒有 都在o的地方 只要o-l-o-g-y 高音 在g-r-a-p-h-y 的高音 也是在o的地方 這樣了解嗎 在前面的這個o的地方 ography 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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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說的 graph 是用寫的 學文有兩種 用說用寫的 好 好 這是攝影 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在調字尾 在調字尾 所以老師 每一個主題 你先把字尾先學好 你的那個考試 就很輕鬆 因為它都是常常 在你認識的字 後面加上一些變化而已 好 That's what we brought you here What brought 這個what呢 是叫關係詞 帶我到這裡的理由 台灣有很強特殊的地理 台灣可以在一個小小土地上 從海水 海洋的地方 海洋的濕地 海洋的沙洲 到高山 這個東西在短短100公里內 就可以做到 所以台灣的地理設計 它是可以遍布 因為它的重視 就是高度脊圍變化最大 所以它可以有容納各種生物 所以台灣的物種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豐富的 你要說跟它一樣豐富的 就是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是好幾十個台灣大 亞馬遜河的流域 那它是因為流域廣 所以才物種才變化多 然後因為它是很久 幾千年來沒有人破壞 沒有人去影響它 因為最近都被砍伐了 所以亞馬遜河成為一個 就是它以前在地 在那個衛星雲土 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塊綠地 現在它的綠地都有斑點 可是有人不斷在看法 然後很多物種 就這樣開始滅絕 這是我們的浩劫 I'd like to travel and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d like to travel and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That's what brought me here to Taiwan I'd like to travel and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這是名詞 帶我到台灣來的東西 或者就是geography 那個事物 I'd like to travel and meet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好 I'd like to travel and meet people 所以這樣就是想想 我喜歡旅行 我喜歡去見各個地方的人 from different places 好 漂亮 所以我們來選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我們來請Jane來試試看 The most appropriate 這個字 我們上次有跟你講字的時候 它是有幾個部分 這個就是字首 第二個字首是A重複的後面那個字 再來PRO 再來PRI 你學這個字 學了三個字首 一個字尾 然後它全部這樣子結合起來 那appropriate 它最適當的就是說 Appropriate就是適當的 然後如果你要appropriate 這個字如果要去做動詞 因為它是ATE嘛 所以它可以做動詞 那它一定要跟怎樣是 調式裁接 就是我今天要在這個桌子上做個桌墊 我所需要的是什麼 是一塊木頭 木頭這樣做桌墊 appropriate 去把它做到最適合的 好 就是 其實我們人類的智慧就是因地制宜 就是每次遇到一個環境 然後去適當的調整 Response to each sentence 來 注意聽喔 Jane Approach 2 這是單字 我們不講單字 我們要直接 調過去 Listening practice 所以 第一題 你要回應喔 Response叫回應 那這個字呢 它是由 R1 加Span 在SE 所以這個字 SE字尾 告訴你它是動詞 Span 這個叫做 是反 回 所以它這個字叫回應 叫做 你出了一個動作 我的回應是什麼 Response 所以我們這個字呢 沒有那麼快學到喔 我們第一個字學到的是什麼 負責任的 我們可能國中就學過 叫Responseable 當時就跟你講說 ABLE跟IBLE 它是兩種字尾變化 那你怎麼區分ABLE跟IBLE 現在跟你講 它前面這不是字 這不是字 你還不認識 所以它是用 responsible responsible 它不是ABLE 它是IBLE responsible 然後它就可以IBLE ITY responsible 所以 Response 就負責任的 responsible 負責任就是什麼 人家跟你相處之間 你每次都對人家的動作有反應 這樣就是 表示你合乎一些人跟人相處 這樣就是負責任的 好 就是人家跟你講話 你不理人家 好 這也常常是 我現在遇到 我們兩個女兒 就有時候不太愛理我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each sentence One What's your favorite subject? 你最喜歡的 favorite subject 科目是 History 好 我們盡量不要念History 不是沒有人唸啊 歐洲人啊 但是我們不太說歐洲語言 所以美國人大部分就把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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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聽到TRY 所以有TAR TER TUR TOR TUR可能就比較會唸出來 所以是TOR TAR TER 都會有TR的聲音 Tree History 你要念History 因為太高了 這個不好 就比較人家會覺得 欸 人家念得怪怪的 你到歐洲去就沒有什麼怪怪的 大家都在講第二語言 第二題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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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上的词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欧洲人没有男生女生歧视那么大 在英国皇后女王大部分都是女生 对不对 那中国里面女生当皇帝就被人家骂的乱七八糟 对不对 好 空语的时间 有没有多出来的钱啊给我 好 I practice yoga 所以这个yogurt U-R-G-E-R-T yogurt叫做yoga yoga各位知道 yoguroro yoga 这个是纯粹翻译 所以我不知道yoga 那yoga是怎样 yogurt 这是yoga 所以yoga 我练习瑜伽 这个叫瑜伽 瑜伽会写哦 我不会写 我听到短话 然后选择最适合的答案 每个问题的答案 好 Lio slit I come from brazil My name is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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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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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 LEONDRA SANTOS SANTOS MISS LEONDRA SANTOS SANTOS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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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SSION 這個字叫入學 你們在哪裡可以看到這個字 在遊樂場的入場券 叫做admission 遊樂場的入場費叫做admission 要花錢的 博物館的入場費 入場 就是進去的同意 所以admission 這個字是同意的意思 同意你進去 所以這個也叫入學 可以入學去學校 他上個禮拜去了什麼island I couldn't stop smiling 我就忍不住 下個禮拜我就忍不住 couldn't stop 一直忍不住一直笑 我就笑了一個禮拜 我們就花著氣笑 I couldn't stop smiling 我忍不住一直笑了一個禮拜 那是沒有氣笑 不能停 不能停止笑 As you can see As you can see I'm all smiling 我呢 非常開心 All smiling 非常漂亮的字 All smile 你們沒有聽過那個 All smile 餅乾 有一個品牌叫All smile 真的嗎 真的嗎 老師 有點厲害 All smile 我們打All smile給你看就好 因為它是 All smile 有沒有 All smile All smile 它是台灣的一個品牌 All smile 來 All smile 就是非常開心的意思 非常開心 所以 英文的All 就是非常意思 你看喔 講到要教育小孩 All smile 什麼叫All smile 請問一下All smile 是好還是不好 不好 你一隻手全部通通拇指 請問一下你能幹嘛 聽得懂嗎 所以All smile是不好 好 但是我跟你講喔 你要告訴我 你要告訴我你的事 I'm all year All year 好不好 好 專心 我整個耳朵就在聽 叫All year 這英文很多 All sum All year All smile All smiling I'm all smiling Word of applause I love team sports like volleyball and football Team sports 隊伍的運動 所以我喜歡那種 隊伍的運動 叫Team sports You can imagine how excited I was when I found the volleyball games on the school calendar 好 我聽Sports calendar 就是在那個 Sports calendar 就是在運動的地 就是說在這裡有一個運動的時機 有沒有什麼時候 在那個calendar calendar是日曆 Calendar Calendar是日曆 好 這個字當然也不難 從Cal計算 Ander Meeting new people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re also things I adore since I adore since I adore 我喜歡的事情 喜愛 所以這個字呢 比較常像是男生對女生 因爲什麼 因爲娃娃叫dow adore 就是很像在你把你當作娃娃一樣 所以那個通常男生會說I adore you 他的名字叫adoration adoration A-d-o-r-a-t-l-n 就是仰慕 就是那種男生對女生 就是那種男生對女生 我就像娃娃一樣帶你 I adore 喜歡 當然女生可以說I adore something I adore something 就是我很喜愛什麼 I first language and I took English and Spanish at school I took English and Spanish 所以他是上 他從八級來 然後他上的是 English and Spanish I can't wait to learn Mandarin first hand in Taiwan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所以我等不及要去學Chinese in Taiwan 所以他有學三個學生 I'm certain that the study experience here will grant me an amazing and memorable year Grand G-R-A-N-D Grand叫賜 Grant 他是Grant 賜給我 用這個賜就是非常的崇拜的意思 通常只有皇帝才能給人家賜給人家東西 叫Grant Grant 那偉大的叫Grant G-R-A-N-D 這是偉大的 to the good times we will have on the volleyball court and in the classrooms Thank you 我希望我們很開心 Question 1 Where does the speech 老師再把它放一次 Unit 4 你明天有充足吗? 诶?怎么那么快? Unit 3 OZ I Santos and I come from Brazil The short talk and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我们在听一次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听出来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eandre Santos and I come Lea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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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os 他姓Santos Leandre From Brazil I am grateful I am grateful 这里还有一个字叫做感恩的 grateful 感激的意思 感恩的 For this opportunity 这个机会 In here as an exchange student 作为一个交换学生 After I was informed of my admission 好,现在几乎只要是大学院校的话 都有交换学生的机会 老师只是要提醒你 在这个入学申请的时候 每个学校都说 我们都有交换学生的课程 都有 但是要问清楚 为什么? 交换学生有两个地方要注意 第一个部分 当然最主要是你是跟哪个学校交换学 很多的学校你要问清楚这个学校在哪里 你不要入学到阿里山大学 你可能去就是 就天天都跟一群羊住在一起 或是一群女儿住在一起 不是没有这种 这种机会的 因为有些学校 为了要维持竞争力 人家有交换大学 我一定要交换大学 所以你要去交阿里山大学 你会不愿意啦 阿尔比斯山大学 应该也不会太容易 阿尔比斯山大学 阿尔比斯山大学 我坐得最高 基本没什么人 天天都是冰吞雪地 开玩笑 你地点很重要 你要去的是哪个地点 听得懂吗? 然后呢 这就是有个人 你到纽约大学 或者是你到什么 叫密斯斯里大学 这个两个学校都很好 但是纽约大学都是人 你每天的生活成本就很高 在密斯斯里大学 你的生活成本很低 就是你可能一天吃一顿饭 可能花不到两百块台币 可是纽约大学 两百块 连一顿饭 连一餐都吃不到 听得懂吗? 他们的物价差很难 你在纽约 可是纽约有好多学校 我们先告诉你 你要先放在哪个地方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你去每次到学生里 你觉得他们有交换学生 你先要查清楚 他是跟哪个学校 好 譬如说我上次 我跟妳讲我女儿 她要练高中 在去年的寒假 我带她去那个 那个 叫做什么 高雄那个叫做 文早 对不对? 因为她就说 她考虑她想要练英文 我说好 爸爸能够做的事情就是 我带你去参观校园 带她去看宿舍 然后去找他们那个人员 就是他们的那个办公室 然后我就跟她谈 然后她就翻到 我就交换学校课程 对不对? 然后交换学生看 一堆 然后一看 再进去看一下 要求啊 那不是学校啊 那个不是学校 所以那个东西就是 然后你看到 哇 这个是学校 这对嘛 他就列出来 就是欺负家长不知道 很不幸的 那些都英文啊 我一看就知道 哇 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 尼泊尔大学 在沙拉大学 在那个 那个 甘果大学 就有甘果黑猩猩 开玩笑 我只是说 我女儿也看啊 她马上就产生了 非常不好的印象 这不是唬人吗? 好 好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什么 学费谁交 你有些时候 就是看到 交换大学 然后进去了 等到你大三去申请的时候 他才告诉你 你要交他们的学费 哇 那就不一样了喔 你在台湾交的学费 一学起可能是多少 三万好不好 四万好不好 五万好不好 好 你念的是 不管什么大学 五万就已经是最高 最贵的五万了 对不对? 好 你要小心 你有可能去到那边 要交的是三十万 听得懂吗? 理论上交换大学 应该是要对等的 就是学费互相 你所需要就是 在那边的什么 住宿 生活费而已 对不对? 我的亲 我的亲生的侄子 就是这个问题 他念那个什么 花 是什么宜蘭大学 还是 还是什么 金门的 忘记是什么大学的 外文系 你不想为什么 就是想念外文系 但我不觉得他 英文很 他其实就是 补从小补到大 光是一个全民英俭 补了快一年 口说不过 彼此有过 口说不过 然后呢 这样子还是念外文系 然后大三 就这一年 快要回来 就回来 跟他妈妈说 我要来打工 他去打工 说要赚他的零用钱 你知道吗 他妈妈从他出去 开始 除了学费在那边交 那个地方还不是什么 不是靠近都市 学费要交他们的学费 就是一笔很大钱 每个月还要寄给他六万块 生活费 你听得懂啊 要进一年 把妈妈这次 把妈妈这次很苦很苦 因为他鼓励他小孩子去念英文 我不知道 但是他等到大赛 他知道 我全部都要缴钱的 你就不用缴自己的学费 废话 你不在这里学校读 你干嘛要缴自己的学费 然后相对的 你去选 他去美国啦 他就是要去美国嘛 相对的去美国那边 人家来台湾的生活费便宜得要死 是不是 是他们的学费贵 所以他们很多学校跟你交换的时候 就是学会不可以相等 学会不可以互相对销 那有些学校是学会对销的 就是你交你们的学会 我们交 所以我们这样才叫平等嘛 我们交换学生是去互相两个学校交流 为什么你要付我的学校学费 然后他要对这部分很不合理 那我们去哪里 我们去那个 去那个菲律宾大学 可能就很值得了 因为他的学费就不多嘛 对 好 菲律宾大学至少讲英文啦 至少全部都讲英文啦 我倒觉得你可以考虑 每一个国家都有讲英文的大学 每一个国家都有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去处有一个养成这样的英文学校 才有办法培养国际人才 好 所以listen to 这个部分讲过了 所以我只是跟你们讲一下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说我的亲生经验人 遇到一个像这样很狠的这些大学 他都用这样做交换课 因为他不讲学生不会吸引嘛 然后学生进来的时候好痛苦喔 你想像他一年要 一个月要交六万 要去费六万 六万块 小孩子搞不好还还叫 哦 就给我一费六万个 我在这里根本不够生活用 所以他要去打工 对 他在那边还要在打工 白天上课 晚上打工 这样子他的生活会有这样平衡 所以不知道他生活的苦不苦啦 我是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个爸爸妈妈很苦啦 爸爸妈妈也没有什么 都要赚很多钱 一个月要六万 然后一开始要费三十万给他 好 这样你算他三十再加六成十二 一百万 一百万 绝对要一百万 你可以看 好 他就用I'm still smiling I love team sports like volleyball and football You can imagine how excited I was when I found the volleyball games on the school calendar Meeting new people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are also things I adore 好 所以meeting new people and learning new languages 見新的人 还有学新的语言 这个是你在开学之后的 英文考试的听力 考试 这个算简单 好 简单跟难 你看它分四大题 好 一二三四 这个在第三大题 好 如果是第四大题 都会讲第一大题 第一题 第一题 因为它是一个字 就是一个的简单 我说这里的经验会 会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 会赐给我一个非常棒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一段是什么 新生自我介绍 你到任何一个外国的学校去 只要这个国家是国际学生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国家语的学生 你就得要用英文 这样自我介绍 对吧 帮你怎么叫朋友 嗨 我说我不想说英语 我来这 要跟你交个朋友 大家要看着你 好 好 他从哪里来的 里有 好 可不嫩给我听 Braz Brazil Brazil 这个老师其实还没教了 Zill这个字叫热情 所以纽西兰 有没有听过 纽西兰叫 New Zealand Zill叫热情 这个是他们当初 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 给它取的 所以它都是 New Zealand 纽西兰 牛 明明就是新 新兰 新土地 新热情的岛屿 表示那边的人住民 很热情 召召他们 对不对 不热情的就是烂土地 就是中国 Brazil 所以你看 巴西他们是不是都有 嘉然华 都穿着内衣 很热情 Brazil Brazil 这个对话 他的读白的 Main purpose 主要的目的是 你可以猜猜看了 Main purpose 目的 主要目的是什么 刚刚我给你讲了 要看到最后哦 答对了 我们用念的 我们用念的 念的答案 Tru Tru Troduce 这 oneself很少用 oneself其实是 比如说课本 或者老师在讲解的时候 为了要避开那个 himself youself herself 这种东西 反正代理词 所以我们用 oneself 一个人 要介绍一个自己 这是一个人自己 要给新的同学 所以好 导致很好 通常这种题目 你有练习过 你不要惊慌 通常都会 可以答对 所以我说它是 难得中 最简单的 好 再来 Are you available tomorrow? Avail 这个字 就是能够拨出来 时间 拨出来 拨出来的时间 你人要不要拨出来 要不要 要 我有时间 但我人没空 那等于是没讲 对懂吗? 所以 Are you available? 它有两个意思 你有空吗? 不是时间的问题 是你人也要留下来 才能够 available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你取了没 你嫁了没 Available 你可以得到吗? 被得到吗? Available tomorrow? 所以这个字的动词 叫avail 加上A-B-L-E 所以老实我跟你讲 A-B-L-E 这个部分呢 就是前面这个是个字 完整的字 我这个秘密都告诉你们了 好吗? 你们去的 你就学的新字 我秘密都跟你说 而且这一开始 就跟你说 也不是说保留到外面 我没有常识 你看看老师上课会不会讲 这困难的 什么呢? 是一个 对不对? 学校的辅导人员 其实一般的话 就是协助你的人 叫counselor 所以counselor 他用在就是那种协助的 所以在早期 英国 如果跟这个国家 没有邦交关系的话 他通常是派counselor来 所以那个叫counselor 什么意思 就是你们如果要跟我们做生意 我一定会讲你们的语言 所以我可以帮你 叫counselor 你来询问我告诉你怎么办的 那叫counselor 那听懂吗 你来咨询 来询问我告诉你 叫counselor 他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咨询询问的人 然后他想要知道if 这个if就可以等于weather 刚刚的那个do you mind 就不可以用weather 只能用if 那个if跟weather 就开始有不同了 make an appointment 叫做预约要看他 所以Ryan跟林老师 林老师比较好的林老师 Miss Lynn 他要去见他辅导员 辅导员这是一个 老师也有 你进入到外国学校的时候 他通常就是在学生中心 就是他们一个接待的服务中心 因为你有缴学费 然后他为了辅导你 在一年里面呢 辅导你让你生活上 因为你的生活要干嘛 干嘛 你可以去找他 他一定会对你非常的客气 非常好 因为你有付钱给他 你去找他 他就是赚 他有一份辅导费 他没有请你吃饭 已经对不起你了 他是可以请你吃饭的 那个就类似于个人导师 因为你还没有去 就是对你生活的导师 然后你的学校科学导师呢 那是要看 我很少跟我的导师 但是我大部分都跟我的 counselor 你有懂我意思吗 我很少跟导师 因为在大学没有home room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就是instructor 就是指导你的导师 就是课业上面的 你有什么课业问题他找你 你找他 但是生活的导师 我比较常见 我比较常见的啊 对 又漂亮 我记得名字 名字叫做 他叫Alison Walker 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走路的人 这个Walker的意思就是侨夫 他的祖先是侨夫 一边在身上走一间剪木材的 那叫侨夫 Walker 要不然请问一下 职业叫走路人是谁 好 Alison Walker 很漂亮 瘦瘦的 就是符合我那种 那基本的典型 瘦瘦高高的 通常他也就是准许你入学的人 就是他发给你入学同意书的人 叫Alison Walker 所以我那时候去我二十几岁 他大概三十岁 他比我年轻没有到我几岁 我突然想到我怎么没有跟他发展一段恋情呢 好可惜哦 This is Ryan Shepard Shepard这个字呢 是牧羊人 牧羊人知道 就是牛童 牛狼 牛狼之女的牛狼 叫Shepard 所以那个狼犬 德国人狼犬要怎么说 German Shepard Dog 因为它是牧羊的嘛 Shepard Dog 所以Shepard 所以这个字呢 在德语里面就不练腑 在德语里面就练P 对不对 对英语来说全部都是外国字 Shepard Dog Shepard 叫牧羊 所以Ryan Shepard Speaking 就是一听到这个Speaking 就是第一次 所以是讲电话的时候 用到this 第一个观念要讲电话 Hold on, please. Let me put you through to Ms. Lynn 好,put you through to Ms. Lynn 她说这样 Let me put you through Put you through 接通给谁 这是一个英语的传言 接通谁 都接通到某人电话 我把你接到那个 因为都有一个总机嘛 接电话之后把那个电话转到 然后你要找的人 叫做put you through 好 这里有写 Hello Ryan This is Ms. Lynn How may I help you? 我能帮你什么吗? Hello Ms. Lyn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are available tomorrow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because I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school clubs 好,school clubs 好,school clubs 学校的社团 所以club Clubs Let me check my schedule 好,let me check my schedule 这个字呢 如果在德文要念 schedule 法语的 所以 shepard schedule 在欧洲他们都念schedule 但是你可以念schedule 那是美国人念schedule schedule schedule是不好念多的 schedule 因为这个sch就是sh sh就是英文的sh 在德文法语就是sh 法语是ch,德文是sch 德文是sch 法语是ch 英文是sh 同样的音声音 整个国家 听的方式不同 知道解吗? 所以德文说 sch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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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字 sch sch miss m-i-t-h m-i-t-h schmiss schmiss 在下午的早一点的地方 我有一个lunch meeting 中午的会议 午餐会 一边吃午餐一边开会的 好 在another appointment 还有另外一个月 你介意吗? mind 这个字 介意 你在不在意你下午 介意 你在不在意你下午四点 过来 coming 主义 从中午的年� 或者是等等 if 那 所以 你 要回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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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表是什麼? 我不介意哦 好,這很漂亮 Tight schedule 所以這個schedule 這個字叫做行程計畫 你們在公車實際的表 如果你要搭公車 你要認識它的bus schedule 老師每個字音都盡量發給你聽 schedule,schedule 表示你看 我已經講了不同多遍了 那我到英國去才會聽到schedule 一開始聽到學久了,差一點沒有哭出來 到底你在講什麼? 這不是我不認識的字 錯了,一個字很錯,為什麼? 通常就是你已經過去覺得你已經學得很好了 你才會有這種錯,怎麼會有聽到我不認識的字? 剛剛去英國的時候有好多的錯 後來就是很勇敢說請問你在說什麼 就很願意問人家,人家就跟你解釋 他解釋不是把這個字重發音喔 他就是用英文來解釋 喔,schedule Yes,that's right,schedule You in American American speak schedule 他就會說是美國人這樣這樣 那我們那人schedule,聽了嗎? 就很誠懇地去問,絕對不會有問題 因為你在不同的國家嘛 好,所以什麼事情 願意把自己的頭放低一點,不要太高傲 好,一定可以學到東西 好,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Thank you for squeezing me in 好,you know,squeeze SQU, 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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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一字尾,這個字是擠,把它擠進來, 就是把它在你的tight schedule,因為你的行程很擠, tight是緊,緊密的,然後tightly加了why是形容詞, 所以你的緊密的行程,好,謝謝你,然後把我擠進你的行程裡面。 Don't worry about it,不用擔心啦,你擔心啦,不用擔心啦, I'm glad I can help, see you tomorrow. Hang up,掛斷,掛... 所以為什麼up,因為以前的電話筒在哪裡? 在牆上,hang ups,聽懂嗎? 不是現在電話機不是在桌上,以前沒有在桌上, 是掛在電話牆壁上的,叫hang up,講了就通了, 好,hang up,好。 Vocabulary bin, one. 好,我們請回答, Unit four. Are you available tomorrow? 好,這個請回答,齁。 Jessica. Listening practice.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r statement. Statement,就是敘述,說明。 Statement,就是正式的,然後question,是問題或者敘述,你要回答什麼。 所以這個response不是question and answer,是回應。 所以對方不一定要問你問題的喔,聽懂嗎? Response是對方,人家說今天天氣很好,你要回答,是很好。 明明就很好,你為什麼是很好? 但是你是為了表示,你會表示是,你會說yes. It is a nice weather, nice day. 這叫做適當的回應,response。 他說,天氣好熱。 是啊,真熱。 這叫做回應。 然後呢,Jack呢,怎麼一直在打嗝,放屁。 是啊,中午吃了很多爆米花。 開玩笑喔。 May I speak to Helen, please? May I speak to Helen, please? Jessica. 好。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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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2. 3. 2. 2. 而且不完整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我可以留言嗎? 就是這個 May I leave a message? 然後呢 如果接電話人 你要找蔡太太喔? 喔,對不起蔡太太 她在隔壁 我不姓蔡啊 蔡如果在我家就出問題了 蔡太太在隔壁 那我可以留言 幫你留言 幫你留言叫 Take a message 我可以帶去給他 Take a message 然後呢 我可以留一個留言叫 Leave a message 對不對 啊,我收到你的留言了 I receive your message I-C-E-I-V-E Receive your message 我收到你的留言了 I receive your message 這是對話而已喔 所以它沒那麼難喔 好,第三名 Is this 25332783? 你要快速地寫下來喔 到了高中 就會考的號碼喔 2532783 I ask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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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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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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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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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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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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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10 10 10 Please tell him, I'll set a call,對 所以這裡要小心 就是 Leave a message, take a message 4 Is this 25332783? 5 好 這個字,你差一點點 DI後面是有A 要唸什麼? 長音 Die A-L Dial 聽得懂嗎? Dial Dial這個字 Dial這個字其實是日鬼 什麼叫日鬼? 他們會在地上做出一個尖尖的塊 然後它旁邊會畫出一個 一、二、三、四 當然最多叫十二 所以從東邊開始 這邊已經是東方 東邊 東邊是這樣 所以它會 這個 就會出現一個影子 然後影子就會指著一個時間 這叫日鬼 日鬼就是古代人的時鐘 用太陽 聽得懂嗎? 用太陽的這個方向就會形成了日鬼 叫Dial 然後我們的電話 一開始也是利用這種波盤 一個盤子 下面寫的是號碼的 沒有Dial May I ask who's calling? 好 May I ask who's calling? May I ask who's calling? May I ask who's calling? 對 對了 因為 它說這裡是成功館 請問是誰 請問是哪裡 對不對 May I ask who's calling? 那它是不是 凱根講話 第一次講話 喔 我這邊叫做Alice Chen 因為你根本沒有看到它是誰 所以要先講你的名字 它如果說 這是成功館 對不對 然後這是大運博物館 這是北港垃圾場 May I ask who's calling? 好 所以這些都是通常電話時候的常見用語 所以要會喔 好 我們今天先講三四 發音的三四 然後我們再看到假設 一個第八頁的題目喔 我們今天的那個 字尾要到十六二十去啦 字尾 假設語氣先複習 假設語氣我就講完了嗎 老師 因為是寫到第八頁 所以這個部分喔 來 我們來練習一下 它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要讓各位同學練習 第七頁這裡上次有講 這些動詞 假設語氣有沒有 有發另外一個假設語氣 有嗎 有喔 對對對 第八頁 好 譬如我這邊寫的第八頁 你們這邊要找一下 好 就是 這邊寫第七頁啦 第七頁 第七頁 十七 這邊要寫十七頁 喔 看到了喔 然後這邊都要重寫 好 來我從這個地方來 第三 所以 as if 就是 跟 好 跟假如它是這樣 那麼 跟假如這樣子 它 s呢 就好像相似於 但是不同嘛 你跟立友長得好像 你們兩個不同 不同啊 天心下面 對不對 相如同 什麼 如同就不同啊 然後 if呢 就告訴你 它是不是真的啊 所以兩件事情 if he knew everything 第二 he talk as if he he 因為這個是以前 所以用 had no 用過去完成是 來表示與時態的 假設與去 這是與過去是相反 即使你只能從這裡看 你沒有辦法從這裡看啊 他現在在講話 就好像他跟John 小時候就認識 到現在嘛 對 小時候認識可能現在就不認識 那就得了阿滋海默症 嘿 我認識你嘛 好 再來 she looked she was sick 她看起來好像她生病了 as with sea 好 西式題 我們再請那個Jack When you are high up in the air 當你高高在空中的時候 everything looks as low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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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 so 這個字 會不會有困難 他一定要跟某個字有長衝突 我們再不會念so as low as low 就如同 答案是對 第五題 請念吧 因為老師剛剛tune she opens as if to say as if to say 好像他打算這麼說 第五題呢 我們有告訴你 他其實是as if 可以接to 要做的 he wanted to 好 但是他沒有的意思喔 就是沒有實態 但是他沒有想說 他只是 我女兒現在這樣 我女兒現在這樣 想說話又不想 又沒有要說出口 那時候這個時候 這個青春少女 就是心中有那種很多話 但是說不出口 好 我以為已經來 好吧 所以我脾氣不好 好 第六題 low 你剛剛念so 誰字念lau 同一個字耶 好 在意志的動詞 我們要練習一下 第一 是不是 我還是都寫了 寫了嗎 好 那我就從這裡開始 第八題 好 Dio 請念吧 There have been demands Prime Minister 叫做首相 這個叫做 內閣制 Minister 這個字叫做 zine resign 辭職 你現在還是齁 就是他經常都在辭職 他是省略了 should 所以是省略的 這些字 就是這些都是 他應該要做什麼 應該要做什麼 所以是省略的 should 所以後面都這些原型 所以要什麼 Let he resign 念成 老師也是解釋一下 如果字的開頭 唸脆氣音 字的結尾 要看譬如說 他的後面是什麼 sun 就要唸 z 如果是talk 後面就會唸 s 氣音接氣音 其他的都接 摩擦音 然後這個字 或在中間 都要唸 z的聲音 這樣簡單的很多 他其實是有這樣的規則 resign 這樣簡單告訴你 它是動詞 resign 好 我們用這個g的不發音 告訴你 它前面是長音 好 等到我們有一天讀到 當他後面接了母音 它就signal 就又要唸了 因為兩個詞音告訴你 要唸短母音 signal resign 好 所以這個答案是C 第九題 請問 the fire department order 那個消防局 消防局命令 elevator 那個電梯 要怎樣 the elevator batter 好 豬 這是被動式 應該是 不是 應該要用的是 這個be turned off 有be動詞加過去分詞 叫做被動 他省略should 因為他自己不能關掉 稱到我是 關閉的意思 電源關閉 但電梯不能自己 除非他是 美國那部電影叫做什麼 大黃蜂 會變成電梯 自己關掉 好 再來第四例 該給你講 我提議 他 然後主席 我提議 我提議 然後主席 我提議 他 然後主席 我提議 他要當主席 他被選為主席 哪一個 I propose 他要當主席 選舉 這個elect 叫選 主動被動 be elect collect 是 c-o-l-l-e-c-t 對不對 elect elect 答案對 elected 他被選為 人 要被選為主席 Elected Chairman 我建議他應該要被選主席 那就提議 我們建議他被選班長 提議 叫做Propose 11提 我堅持他要待在家裡面 怎麼兩個11 什麼哪 哪個編輯這麼爛 那再一提給你 我堅持 這個編輯真的很爛 怎麼跑11 兩個11 我堅持他待在家裡 應該要待在家裡 I insist that 對了 stay 原型 這裡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加s 因為 should 被省略了 這些字都是 should 被省略 你在考試 你的第一次段 第二段很快就會出來 老師給你保證 這些就是 你願意遇到 不要等到那時候才學到 下個題 Tina The doctor suggested the patient 病患 醫生建議 醫生建議 很好 欸 好 不要念PATENT PATENT 手指保護令 保護咒 然後叫Patient P-A-T-I S... EN-T 病人 叫Patient 他也有意思 他除了當病人 當名詞 可以數 還可以叫耐心的 Be patient 耐心的 好 13提 Gine堅持說 應該要被給一個機會 來冒險 take a risk 他要被给一个机会去冒险 如果用过去式看起来好像对 但是我们知道他坚持他 当时坚持对 但是他是省略的 他要被给一个 所以不能用瓦子哦 也不能用意思哦 是什么? 助动词呢 对,用be 好,是词题 再跟你一题哦 my father 他没有去台北 the doctor suggests that he 这个冒号是说明的意思 它是一个连接词 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连接词的连接词 你就不知道中间两个用什么连接词的分号 但是他有相关系嘛 我父亲没有去台北 是因为医生建议他不要去 很好,he not go there 舒递这期 car you ordered the work to be started at once 这里呢,没有 that 如果是他可以用 ordered let 然后呢,the work 老师把这个,如果是写的那个句 应该是什么 should be started at once 如果是 that 加一个 that 用be 但是这里没有be开头 所以你不能选 那可以order to order something to 那这时候to就可以变成 to be 好,很棒 好,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他是表示事实 这表示事实,就表示一般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不要说 我要希望他来 他不是表示我意愿 而是他本来就 我坚持 今天下午就会有阴天 就会有飘毛毛雨 或者不是今天下午就是晚上 因为那个只是南方的云雨带还没到 所以就有出现了短暂的白天 然后现在的台中以北在下雨 因为我们昨天 昨天那个雨就往台中的方向上去 什么时候离开不知道 他离开之后 我们这边也会下雨 因为它是下面 因为它就是什么 下面那个冷气 下面是什么 就是一个是逆时钟 所以逆时钟离开台湾的时候 它的风就会往我们的西边这样子 这样啊 那另外一个是顺时钟 所以它又会带进去 所以两个突然我们的风会变大 雨会变大 然后看它的湿气有没有碰到 冷热有没有碰到才会下雨 台湾在这里 台湾海峡一个是这样子在吹 一个是这样子在吹 哇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会相吸引 对不对 哇 会互相拉拢 所以只是还没出现 享受短暂的白天 短暂的晴天 可是好热哦 真的是 如果要这样子的话 像现在这样子有很多猪死掉了 很多雨死掉了 如果没有把它清理的话 会发愁 太快了 因为温度太高 好 试试看 Tina I insist that I insist that 好 用will come here 他会 他将会 表示这个是本来就会的 再第二题 我内心是没有罪的 我是无辜的 我是 saint是知道 我是内心是不知道的 我无辜的 我把他杀了 我无辜的 我只是刚好手挥一挥 然后他就跑来吐 我的刀子挥一挥 然后他就跑来 用他的胸膛 来碰我的刀子 我是无辜的 好 第三题 这个有点难 这个是动名词 对不对 然后insist后面只能接名词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所有格 要用所有格 才能接名词 所有格不能接不定词 知道吗 所有格 这个没有办法写出句子来哦 对 对 很聪明 The teacher insisted my writing the letter 因为我跟你讲 这是动名词 但是他呢 就没有办法写出一个句子来 那你不能用to to不能接动名词 对不对 所以insist的 然后只能接人 人的这个 那也有一些口语话用me 口语的用意 insisting me writing the letter 这个比较难解释哦 但是他口语 这个比较正式 所以他英语 所有格后面接名词嘛 那受格怎么后面接名词 好 好 再来 这些也都是哦 好 杰西卡 好兰姿 杰西卡兰姿 杰西卡兰姿 这是一个女演员 瘦瘦高高的 也是我喜欢的 不是你哦 你不是杰西卡兰姿 要不要看一下杰西卡兰姿 杰西卡兰姿 smile 好 现在还有市场 应该还没倒吧 杰西卡兰姿 兰姿 兰姿 我告诉你他长这么老哦 好 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吧 杰西卡兰姿 我喜欢他拍 他是个演员哦 他拍的电影 没有 好 这是杰西卡兰姿 那他怎么都拍他这么老了 他没有年轻一点的时候 嗯 嗯 这个扮相我以前看他电影有过 好 我认识的人他都老了 我都老了 他怎么不老 所以 这是必要的 这是自然的 这是适当 这是正确 这是好的 这是值得建议的 这是合理的 这是重要的 这是必要的 这是迫切的 这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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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这只是英文翻译而已 他只是英文翻译而已 好 我们来请刚刚讲到谁了 好 Jesica It's urgent Urgent 你要念第一题还是第二题 然后要被送去给受灾的呢 有困难 It's urgent let 表示后面要接句子 Food and clothes 然后呢 should被省略了 所以 Be sent 听懂吗 食物跟衣物 要马上被送去 昨天我那些朋友 从新港来的 从那个布袋 那个水林 然后淹水的地方 他说他们的里长 都要划着小船 没有划小船 射水 然后送便当 因为他们都在二楼 没有 对 然后便当便当 用丢的 啊 好 顺便丢香蕉 香蕉 香蕉是我说的 便当是 便当是真的 但是没有丢 就看你怎样方便当的道而已 就是要到他们家 因为都泡水了嘛 家里都泡水了 所以只能进去 然后拿去楼上 拿去楼梯间 然后拿给他 好 不然就 从屋顶上 从二楼 然后送个篮子 然后带上去 好 就里长送 所以我们好幸福 昨天还可以吃到饭 虽然没有人开店 好 第三 第二题 Is it necessary so strict 是严格 with the student 一样 let 接句子 一般句子就要讲 你是如此严格的 对待 本来跟学生很严格 什么 本来 you are 然后因为should 加上去的 变成什么 对了 就缺了个动词 you be so strict 好 其实你写should也可以的 这个句型呢 是很重要的 老师不符你的 就是 当你要考到这个 就是 好 是该什么什么时候 来我们练习一下 第一题 It's time I get that 的时候就用假设语句 假设语句 就用过去式 我该走了 现在该走了 我还没走 所以用过去式来表示 It's time I should go 对了 那 不就写在这里吗 是啦 可是请问一下 wain是什么时代 过去式 那你家should 会造成什么 圆形啊 所以 I should go 是对啊 但是这个should 不能被省略哦 你可能刚刚从那个地方 没过度过来 刚刚那个should 可以被省略 这个should 不能被省略哦 那所以 I should go 或是 I win now 听懂吗 用过去式 表示与事实相反 用should 主动词也是 与事实相反 非事实 我该走了 就是还没走 还在人在这里才说 我该走了 第二题 我们请 Jan 是开始工作了 It is time 一样这两个 一个是有should的 you should 开始工作 start 工作叫work 好 如果是start的话 叫ed 好 start work to work 好 还好 不错 你加了to 他也可以 这个要加to 也可以start working 然后呢 你要去用started 过去式 对不对 那如果 用should的 这样怎么办 It is time you you should start 开始 在 to work 你了解 这是动词 所以它是第二个动词 那老师跟你讲 working也可以 那这只是用should的 跟没有should的 没有should的用过去式 后面就原型 一个句子叫一个时态 好 再 It's time for you to 这里就是for you 就直接用to It is it is for somebody 这是个句型 是什么什么时候 要谁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们国中学的 对不对 It's important for you to 对不对 这是国中句型 然后这是高中句型 to to start to work 好 第九页 好 这就是假设一句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写的这个部分呢 没有吗 它是 后面吧 是不是写在后面 好 各位同学 这是听力耶 没有了 我没有把这个发给你们 好 没有关系 老师印好了 因为剩下它的复习体 九十 十 十一 十二 恭喜你们 总算有那个一种感觉 九到十二 好 那最后再来就是 就是 假设语句的第一 题目 就是九到十 这里做一做 然后呢 我们的字维 请各位同学 上次的那个字维 对啊 自首自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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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第十 我有没有发 应该有吧 第十六到二十 好 已经进步到十六到二十 有没有 好 一起 十六到二十 总共就二十几个而已啦 如果你找不到我 我就 好 那我就 这个顺便 有没有 有 有 好 很好 很抱歉 同学 因为这个讲义 以前 我们都印得这样子 可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也在 老师也在 试探同学 能够 这个印成这样 能不能就是 接受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们调整教材 然后同学现在 已经都知道 到学校 那个 我女儿应该 也就快要去 去 去 就是开学 后天 我要载她们去 开学 这一页 特别小 三页 这练习题 这是假设语区的练习题 大概你 透过这样练习呢 只要学校讲到哪个部分 你的假设语区 就会复习到 这是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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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吗 你有16 还有没有 没有 9到12 还少一个 我女儿说她 礼拜六来 明明就在这里 然后她就是 死了不过来 好 刚刚 就自告奉行说 你要去拜拜 我帮你拜 我帮你烧金子 我花一定用钱给我的 给这些人 那我就说 好吧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来练习 是这个 the suf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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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做suffix f呢 告诉你前面是短文音 suffix suffix 附在 好 固定啦 fix是固定嘛 对 fix固定 固定在后面 suffix 好 固定在后面 固定 固定 tent ent 所以 entertain 所以它在前面也是叫前 这个叫做前 前进 进入 entertain 就是在娱乐 娱乐的招待 在 这个叫娱乐跟招待 所以你在请人家吃饭之前 先叫人家表演 用笛子吹 吹要叫三位蛇出来跳舞 就是招待 娱乐 它加上一个名词 加上到动词形成一个名词 加到动词形成一个名词 然后呢 它提到是人或者东西 它有两个部分 ent是名词字尾 第二个是形容词字尾 所以它形成形容词 动词加上它变名词 名词加上它变什么 动词 它也可以变成形容词 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动词 好 所以我们练习 Absorbent 这个字呢 你要从这个字来 absorb absorbent 这个吸收剂 什么叫吸收剂 我们绿化钙 绿化钙 这叫吸收水分 absorbent 再 correspondent 这个字 有没有看到 respond s-p-o-n-d t-response 所以这个是重队的 ent correspondent detergent detergent 清洁剂 那同学多近 你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去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很正常 因为高中就是正义会事 每个字都好长 才会让大家都觉得很痛苦 但是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中间都有一个 correspond 共同回应的人 什么叫做通讯员 我派你去 那个 海 那个什么 北港旁边 当作观察吸水 有没有暴涨 你就是我的correspondent 你打电话告诉我 现在已经暴涨到你的肩膀以下 肩膀以下 现在已经到眉毛以下 手话机电话机怎么讲 所以 detergent correspondent 那correspond 它就是一个单词 correspondent 就是我们的通讯 通讯的人 就是两个人 通讯掉两个人 对不对 这是我派你出去的 所以它是派出去的 所以它从这里来 resident 这个字来自于reside re每次都到这边来住 我们其实农业就是这样 我们一开始释放牛羊 但是放到这边 这边的水跟草 一年到头都有 我就干脆就在住下 所以叫居民 reside 每一次都在这边 就居住 reside就是居住 这个是要想想看古代人类的发展 再来 它可以当形容词 所以当ent 当形容词 机会比较很多 所以反而这个部分 不是那么多 但其实你 其实看你智慧的增加程度 你就会发现 差不多 只是说你会先学到形容词 coherent 所以是cohere 加以言题 coherent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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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这样念 exe 这个可是跟日式 已经重复了 lent excellent 再 competent competent 这是有能力的 competent 没能力的就是 情容词 所以加上相反 incompetent 没能力 无能的 incompetent 就是无能的 加上in 就变成能 competent 这个字很容易记 它是由competent 什么叫competent 竞争 有竞争的 ent 是倾向 在前面 之前就看得出 它有竞争力 所以竞争叫competent competent competent existent existent dependent ex是自首 自首不会念高音 existent competent insistent 我们刚刚用insist insistent existent 在 di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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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这些e开头 不容易是高音 existent excellent coheed 这种开头不容易是高音 existent excellent silent silent 这个字是sil 什么叫sil 就是皇帝 就是皇帝如果早上要去跟季后院大臣的时候 那个宰匠就说 威武 那个什么英文呢 叫做sile 安静 加1nt silent 你们现在都懂了它的用法 sile 就是静下来 它的名词叫sile 有英文的ent形容词 它就一定有它的名词silence 所以 手枪 灭音的手枪叫silence silence 杠 灭音枪 对不对 就是它在 因为那个音是空气的 那个子弹它的声音如果非常高速的时候 会产生音爆 所以子弹在离开那个枪管的时候 啪 那个声音 叫做音爆 飞机 跨过天空 当它速度摘出来的时候 你会听到音爆的声音 啪 那个音爆 那其实是空气的摩擦声音 叫silence silence 再 eloquent elok 是说话 能够说出来的叫做雄辨 其实不叫雄辨 就是口才流利 叫eloquent eloquent elok eloquent diligent 这位老师下次再请你念念看 再加er 只要是动作 加er 就表示做这个动作了 boller 叫做不是煮水的人 叫做煮锅 锅 锅炉才能用煮水 炒菜的叫做cook cooker 煮饭叫做cooker 不是厨师 所以我们中文有问题 厨师除非你用手炒菜 那真的是才好 没有 cooker 是锅炉 这个是boulder 这个是煮水 这个是煮水的 这是煮菜的 cooker跟border interpreter 高音在这里要填上 interpreter interpreter 翻译者 leader commander 像这种COM通常不会高音 再来lecturer heater 就是一样子煮 那是加热的 热气炉 所以我跟你讲 我住在英国的时候 他们英国的地下室不能住人 因为湿气太重 太冷 冬天会结冰 所以他们地下室通常干嘛 放酒 冰 就是葡萄酒的 刚好 温度刚好 冬天结冰 然后呢 但是地下室呢 它可以做什么 可以用埋设 煮开水的 那它用开水 蒸气会伤化 让那个热气 在那个房子里面 所以软气 设备 其实就是热水的设备 它到房间里面 就会發 雷射有热气 所以房间就温暖 叫heater 在performer performer 在producer producer 生产者 produce 你只要知道它的动词 你就一个字学很多次了 再reporter 好 再就是在字尾的这个部分 它呢 加到名词之后 也会形成一个名词 banker banker 好 所以philosopher 这个字呢 很简单 feel 叫做爱 它只是加一个o 所以feeler feeler 爱 feel 是爱 所以我们的亲情 一定跟feel 就是这个字来的 亲情是不是有爱 好 再sofer sophie 这叫智慧 所以哲学 是爱智慧的意思 philosophy philosophy sofer philosopher philosophy 是哲学 philosopher 是人 再 gardener gardener 所以这是garden 再加er guard 再加en 再加er gardener 再prison 是pride 加上子 prison 好 囚犯 那么你就知道pre prison 就是牢 好 放 把人关起来的地方 叫做prison 好 然后呢 这样的or 好 下次留个卖个关子 eer跟or 要怎么判断 对不对 actor creator creator educator educator inventor reflector visitor 这里还有re不行 actress 加上ess 表示er的女生话 叫ess er的女生话 actress hostess 主人 加ess hostess 女主人 prince prin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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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ress 母老虎 tigress 所以 迪格里斯盒 泰格里斯盒 tigress 母老虎盒 waitress 好 这个是waiter w-a-i-t-e-r 把er 掉过来 所以英国呢 英国呢 英国要这样写 英国的女服务生要念waiter 男服务生叫waiter 去掉e加ess waiter 英国是这样 英国是tigre t-i-g-r-e 英国是actor ACTOR ACTOR A-C-T-O-R A-C-T-O-R 英国A-C-T-R-O 英国A-C-T-R-O 好 那 ERY 我們下次再讲 ERY 這個ERY 它在字尾絕對不會高音 Bankery Bribery Bribery Machinery 就是machine 為什麼會往後移 因為它本來是從法語裡的 machine 好 再 Misery Misery 再 Mystery Nursery Robery Slavery 不然 再 Jewelry Jewelry 再 Laundry Luxury Ribery Selery Treasurer 所以 在還沒去碰到這些字 先學會念它 比 比較重要 好 第十九 For Careful Delightful Forgetful Helpful 這些都是名詞加FUL 所以不難 For的輕音 For For Careful Delightful Forgetful Helpful Joyful Meaningful Powerful Respectful Skillful Successful Thoughtful Thoughtful 是它進入沉思 滿滿的腦子都在想東西 所以想不出話 或是常常都為人家想的 好 加上FUL 它也可以叫做一定的量 Cup for 這個是浴杯的量 Cup for Cup for Hand for 滿滿一手的 這是涼杯的 House for 滿滿一屋子的 Mouse for 滿滿嘴巴的 Room for 滿滿一屋子的 我們家都是放錢 你給他看一下 後面 哇 每一張都蓋了預防大地 那今天要用的 聽說有一家廟 開始印鈔票 就是你要燒金 超五百萬是吧 我開一張支票 上面還有那個廟宮 蓋的印 這保證一定會 會送達天庭 然後上面還是寫 預防大地的 支票 所以現在的人都喜歡 帶支票才不會被搶 因為兄弟太多 就是 改成支票 現在還是有待考驗 到底這樣燒一張之後 到底能不能 對方能不能收到 就等他打電話給你 我收到了 沒問題 沒問題 好 Spoonful 一湯匙 滿滿湯匙的 好 所以這是二十 再 Fy 這是動詞話 所以 來 老師唸給你聽 你只要知道它聲音 Beautify Beau Beau是法語 我們英文沒有三個母音 再 clarify clarify clas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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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fy identify justify identify justify justify decid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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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y 這個字真的念personify 對不起 這個突然之間被封倒了 因為還很少看到 個人話 personify 應該是personify 因為 personify 這樣才發得出來 personify 好厲害喔 我用猜的 因為你看 personify 因為它音節太多了 那一個音節在 purefy qualify core core 在satify signify 是告訴你它已經接母音之後 它就有兩個音節 這個字就要發了 因為兩個字要分開發 signify naf niify niify simplify specify 好 special的動詞 所以這些都是你過去認識的 所以它的fi的變化就是facation 所以 I-F-Y I-F-I-C-A-T-O 然後在 beautification beau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gol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qualification satisfaction 它都變了 simplification justification qualification 好 如果念會這個 世界上最常都不會被你 都不會露過 五個至六七個 八九十一十三十五 恭喜你一定到十五個境界了 不再念這個 beaut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glor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justification qualification tessatisfaction simpl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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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次請同學念一念 然後再來複習 好 好 一張 下 下週開始 我們就會變成從 兩點半到五點半 要上三個小時 對吧 因為我們這樣子才有辦法 讓你把梗子靠整完成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很難的 所以請這樣 下禮拜已經開學了 下禮拜六開學了 九月了 最近都二十六了 對啊 好啦 那我們的第一 智偉的 我們今天練習智偉了 智偉 智偉發音 好 請各位先把它練練看就好 我們不用寫練習 發音不要用重要 會念 至少你會念的時候 你說出來的人家聽得懂 你不一定要寫 對不對 然後你要是 每次都帶著小紙條 你就寫不來不及 寫完 已經跑掉了 帥帥 就跑掉了 好 所以 下週 下週 下週四 八月 下週六 九月一號 各位同學 九月一號 星期六 我們要改成 兩點三十分到五點三十分 如果要準確來說 因為這一班要改成一點到兩點半 然後呢 你們 中間會有一個交錯時間 中間我們也會休息十分鐘左右 休息就休息 就是 這麼長的時間中間會休息 好 好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各位同學 老師現在會念這位長音 也是當時念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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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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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沒有 就是 那 我 我 找你 找你的 你 哪 要 你 我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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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拍的嗎? 啊,難怪的 好,拜拜 金牌 好,我還是經常 手機會太累了 手機會太累了 今天 我們 下禮拜開始 下禮拜六開始 我們下午一點 開始上到兩點半好嗎? 好嗎? 這樣子各位一定很快樂 因為擁有一個很完整的 週末下午 好,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OK啦,可以啦 因為他們就是高中 這樣禮拜也加入了 大家都要準備上學 上次我們是不是要講到 有一部影片要看 還沒看完 對不對? 那叫什麼? 先生,你哪位? 你不覺得 這是他們都未成年 會不會對他們來說 知識太豐富了一點? 可能他還可以啦 看起來明年就要嫁了 所以應該還可以啦 看起來有點那個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 比較溫馨的 好 能不能 請說 沒關係,說一下 你剛剛 我沒聽到 我不是常說的 喔,是你 怎樣怎樣 你是說我們希望被教壞這樣 對啊 他說可能才可以去 不錯喔,我有喔 那我等一下我女兒就過來 我打電話跟她講 有差 那我把彩虹交馬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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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可以唱彩虹交馬主題歌詞 就是在抖竭手上那一支 我自己要不要 那我把彩虹交馬的翻譯 就把彩虹交馬的翻譯 就把彩虹交馬的翻譯 我來的 在它的革虹交馬的翻譯 就是可以 我滑賣虹交馬的翻譯 放馬11號 我忘記了,感覺太好笑了。 我後一,後一,後一,後一。 富不富! 喂! 真的喔? 喂? 我們的這班同學想要幹台? 這樣嗎? 這是甚麼英文 organisations這樣的嗎? нескольких私たちは《MIDI vida ONEI》,對不對? 妳會唱�Ter 하게歌曲嗎? 然後怎樣唱? 김一! 你還會記得嗎?我記得你們,我記得你們好像會唱對不對? 對啊 他們有很多唱歌對不對? 那你不要唱給我聽一下,我看到我唱一下,我唱歌對不對? 最快的,最你最熟的那一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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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對,我現在想起來了 好,那我就跟他們看那個唱歌 什麼Turne Set 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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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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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喔,好 True, true, friend 他說我才一看就變了 我就不想看了 True, true, friend My little punk What happened? Fluttershy, look, your cutie mark It worked, it worked Oh, I'm so happy you're back to normal Now we need your help A true, true, friend Helps a friend in need A friend will be there to help them see A true, true, friend Helps a friend in need to see the light That shines from a true, true friend Um, hello, friend trapped inside, remember? Rarity needs your help She's trying hard, doing what she can Would you try, just give it a chanc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ll start to understand A true, true friend Helps a friend in need A friend will be there to help you see A true, true, friend of the friend in need To see the light It shines from a true, true friend To see the light Shine in a true, true friend 好 好看嗎? 看起來很那個齁 很喜歡的感覺 很娘的人 真的嗎?那你也是我很娘喔 是的,我被你看到了 好 那麼 我們還要繼續看那個 What's your number 就是看一下每次都覺得很驚悚 就是等一下會不會 會看到我不該看的畫面 那個 我們上次看到第幾頁 你真的都記住耶 我看過過 那我就 哪有 你看過了喔 對啊 我有花錢買的 還有 還有 Once Upon a Time 應該也是很 十八鏡的 有沒有看 那個 小紅帽的那個 刺血版 可是你應該不喜歡看那個 真的嗎? 你怎麼都喜歡看那個 跟我女兒一樣喔 我女兒那個看 哇糟糕 怎麼男人跟男人在一起 這樣子 透光光的 嘴巴 嘴巴那個部分就 塗上 沒有圖形 這樣 怎麼辦 我們看了之後 就會覺得 這個怎麼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 What's your number What's your number 在哪裡 What's your number 我們不能同時 這樣 就是看兩部 看兩部到時候 你們會亂掉 對不對 三十一嘛 謝謝 真是太感謝